好,接下來看看羊毛 羊毛貝的確是比較重 是,就是像陳博士講 其實以前的棉被就是 純棉被比較重 現在其實台灣 其實很流行羊毛貝 為什麼很多的老人或是小孩子 喜歡羊毛貝 有存在感 睡得會安全感 對,因為它就是有那種 比較重的感覺 它大概是多重 它大概也都大概在 3.6公斤左右 那這兩床有什麼不同 一個是小羊 一個是老羊 那一個是羊毛 羊毛貝有分小羊跟老羊 跟大羊 小羊跟大羊 是按照什麼來分呢 小羊就是那種 出生的小羊毛的時候 我們就會吃它的毛 對,像拍毛筆這樣 像比喻非常好 對,沒有錯 這個是成羊 就是長大了以後 把它的毛剃下來 對 對,所以它是寶寶的羊 寶寶羊的毛 然後這個是成熟羊的毛這樣子 OK 好,所以現場 對,這個羊 它的差別就是在這 這叫我們把他講的 叫老羊好了 老羊 你看,這比較成熟 那羊毛你看 就跟黑人頭髮一樣 怎麼去看呢 如果可以拿出來 捲捲的 捲捲的,對 它就好像捲頭髮捲捲的 所以你把它拉 它會彈回去 有彈性的 捲捲的 這個是老羊毛 你看,這個小羊毛 它會比較細 所以它一樣有彈性 但是捲度沒那麼捲 那為什麼小羊毛比較白一點 因為它沒有打滾過 對 它打老羊毛已經打滾很多了 是真的嗎 真的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是小羊毛 經過風吹日曬看到嗎 它也是一樣有彈性 你看,你把它很有彈性 有沒有 很有彈性 那你拉的話 你看,它這個捲捲的 就好像黑人頭髮一樣捲捲的 你把它燒 它一樣的特色 它這個是純天然的蛋白質 所以燒的時候 它還是一樣有那一股 燒頭髮的味道 跟剛剛纏絲背有點類似 有類似 但它也不會像塑膠 塑膠燒完之後 結個硬塊 然後會著火 它這個不會 不會像塑膠的燒法一樣 各位看一下 有個菸,有沒有 再來聞一下 就像燒頭髮那個煙味 沒錯,一模一樣 對 然後它也一樣 把它用它 你看 它就滸掉了 就整個都碎掉了 它的碳灰都是碎掉了 然後它丟在水裡的時候 也是這樣 我們把它丟到水裡 它一樣會吸水 這羊毛還是丟到水裡會吸水 但是它不像塑膠 塑膠它沒辦法完全吸水 它這個會 但是它浮的程度 這個浮在上面比較多 浮在上面 對,然後你看 它跟蠶絲的特性這樣 蠶絲它吸水靜很強 然後泡到水裡面 可以拉很長 它比較沒那麼長 但是一樣 它有彈性 會彈回來 還是有彈性的 對,它一向會彈回來 給你看一下 有沒有 還是有彈性 所以具體纖維還是差很多的 對 具體纖維 只要你一燒 一泡水就知道了 整個就結尾完了 其實一般來講 就是小楊 就是在織物上面 除了比較細緻之外 因為你的保暖度 其實是看那個 它可以涵蓋多少的空氣在裡面 然後那個,那因為它那個越細緻 它可以蓋 含住的空氣越來越多 因為它比較細 那像這裡都已經捲在一起 老老的了 它能夠涵蓋了空氣的空間 就少一點 其實比較不會那麼膨鬆 是 好,所以一般來說 有這個過敏的人 蓋羊毛背OK嗎 其實羊毛算是 一個像剛剛蘇星姐講 它其實如果這個空間大 它透氣是比較好 其實含濕的能力 反而沒有像棉 或者是聚子纖維那麼好 所以這樣對塵蟎 其實是比較相對 比較不適合的空間 不過我們要很小心 剛剛我們講到這個 棉被的重量 對 所以如果你們家有小寶寶的話 你又不幸跟它睡在很近 這個棉被一蓋上去 它有的時候推不開 因為它有的時候 一個晚上大家都睡昏了 不曉得 結果這個棉被一壓上去 它是推不開的 所以你要非常小心 如果你們家有小寶寶 年紀小的小孩跟你們一起睡的話 這種棉被是應該要 所以輕一點的被子 比較適合小寶寶的 對 OK 好 接下來來看看鋸子纖維 好 來看到這一床 就是鋸子纖維了 就是俗稱的叫做 比較有化學化纖的棉被 其實也還滿流行的 很流行 其實就從棉被之後 就是鋸子纖維的天下 然後再慢慢衍生一些 天然的一些材質的東西 但是現在鋸子纖維 其實也很多人都很希望 因為它也是滿輕的 然後又很飽暖 又很精氣實惠 對 又很精氣實惠 所以它的價位大概多少錢 一般來講就是鋸子纖維 可能從幾百塊到幾千塊 幾百塊就可以買得到 是 那它蓋起來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嗎 悶 它比較不透氣 不透氣 是 它穿一瓶水瓶 對 就沒辦法悶 透氣 是 可能會長濕症之類的 所以你可能就是夏天 有開冷氣 一條一條 小小的一條這樣子 對 薄薄的 對 好 所以它的價位大概 範圍不會差很大對不對 譬如說可能有從大概八、九百塊的 到五、六千塊的比較好 像我們這一條 它現在鋸子纖維 其實有很多的變化 它可能可以參一些 我們現在奈米的一些元素 它這邊是什麼奈米銀加式 對 這一件棉被就是奈米銀的棉被 就是加上奈米銀 它就是抗菌跟抑菌 像也有加上竹炭 它就是抗臭 就陳博士面前的這個是 加了竹炭的 加竹炭的 這不是頭髮是不是 不是 這個不是黑暗頭髮 很像做假髮的那一種 這個是人造纖維加碳的 對 這個有好處是有這個什麼 稀臭 除臭 這個功能也有抗菌防滿的效果 但是如果買到黑心的怎麼辦呢 有的是染色的 對 你只要怎麼樣 倒一杯高粱酒 拿一杯高粱酒 然後高粱酒把它泡下去 用開水是沒有用的 開水沒有用 因為它染色 很多人是染色 染色它要有機容 竟然都溶出來了 高粱酒就酒精有機容器 把它泡下去 攪一攪 撈起來的時候 如果它已經黑黑的 有顏色了 那表示它染色了 如果沒有 就一顆顆粒的 那可能沒有關係 泡多久才看得出來 大概泡個五分鐘 就差不多可以出來了 OK 泡五分鐘 攪拌 如果出來有顏色水 那個高粱酒的水 有黑黑的 那表示可能是染色的 不是真的燭炭的 怎麼去檢查這個棉被 該不該去整理 或該不該洗的時候 如果你把棉被掀開 已經有緩緩 或者有一塊黃黃的 要特別注意 可能那個地方已經長黴菌了 或已經有微生物存在了 因為只要有 我們睡覺的時候 不管是流口水也好 不管是汗水也好 或流汗了 只要一濕 就容易產生 那個叫斑 那個黴斑 那黴斑一長出來 就會變顏色 嚴重一點就黑一點 然後淡一點就淡黃色 如果要這個情形這樣 那可能要去特別處理 要送洗 或者是保養 或者是日曬 可能就要處理 或者直接把被掏壞掉 也可以 像這個枕頭也是同樣的道理 對不對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黑心市場裡頭 有些黑心情具 那怎麼樣去 免得我們漁木混珠 會去買到這樣子的黑心商品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VCR 看起來都很漂亮 選擇四倍以為打開拉鍊 摸一摸就能分辨真味嗎 大錯特錯 都是割開的 裡面的材質包成這樣 沒看到的地方 竟然混著髒兮兮的田充物 甚至還有葉子呢 想知道黑心商品哪裡來 卻看到這種多國標籤 讓進口商自由勾選 產地勾台灣 但真假難辨 還有標示產地台灣 實際上是產地中國 台灣監製的減標商品 借以拉台價格 誇張的是 這些通通在百貨公司買得到 800萬件都是從中國進口到台灣 結果我們的消費者在市面上 要看到中國字三個字 很難找得到 這些東西跑去哪裡 標示不實情況嚴重 光是標檢局查期大隊 5月成立以來 就已經鎖定成衣 以及請去展開全面積查 抓到600個件 好 所以怎麼辦 達人 我們要怎麼樣去確認說 這個標示是不是真的 去年10月份開始就是推行CNS的 政治標誌 所以這種的情形 其實就可以杜絕滿多的 CNS 是 就是一個品質標誌 就是譬如說它的產地是哪裡 就是這個檢驗 它已經有一個非常正規的標準 所以現在其實我們很呼籲說 我們的消費者 對於CNS的認識 跟整個的標示要認識得很清楚 剛才那種 就是隔 就是畫很多產地的那個 那個肯定都有作弊 所以那種我們就要特別特別的小心 所以看到那種 很多格子要你去勾的那種 可能就有點要考慮 對 而且它勾還是另外勾 還不是印在上面 是那個圓 那個是另外一種額外勾上去的 那你喜歡哪一勾 對 波蘭 勾波蘭 對 兇牙力 兇牙力 而且現在台灣就是很推行 像MIT這種標誌 是 肯定那就沒有問題了 是 好 那就是因為大家覺得說 MIT的精品還不錯嘛 所以就變成說 很多到來都勾台灣 對啊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像剛剛那個 孫小姐講的 我們現在有這樣的認證標誌 就會比較清楚了是不是 我會提醒說 譬如說剛剛提到的保養 那保養你要放在 剛剛塑進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 有沒有空間可以放這些 要收藏的棉被 那通常一般都是小櫃子 陰暗的地方 其實隔年要拿出來蓋之前 有沒有去清理過 你在搜純的時候 一定有去清洗的被套 對 然後可能把它曬乾 放到陰暗潮濕的地方 因為家裡沒那麼大空間 總是在一個小角落裡面 塞進去嘛 那怎麼樣去保養就很重要 黑色的大垃圾袋 對 然後把它包起來 曬太陽 裡面如果溫度超過七十度就可以 不然的話還是沒辦法 OK 可能那個